各位大家好 在現在資訊爆炸的年代 相信我們每一天見到最多的是 什麼機構什麼機構做的 什麼全球指數的公佈 一大堆 剛剛進入小弟的眼中 就是全球的貪腐感知指數 英文叫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其實這個指數 在今年年頭一月份發佈了 就說全球腐敗程度最低的六個國家 分別是丹麥、芬蘭、新西蘭、瑞典、新加坡和挪威 香港也不差 排第十二位 但是這份報告是否真的這麼可信 我們可以一路再看下來 其中有一些竟然出現了 如已經不再存在的國家名 中華民國 其實大家知道1949年新中國成立 中華民國已經正式滅亡了 那麼我們也可以看到 美國竟然也是身處第27位 都是叫做一個比較高的位置 而美國的貪腐 相信大家都非常之了解 不過小弟這次在這條片 都會跟大家再看多一些証據 其實看這個地圖 就可以看到 歐美國家一般來說 全部都是綠色 而亞洲、非洲 包括俄羅斯這個大國 大部分都是橙色和紅色 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這個指數看上去不像是貪腐指數 反而更加像是西方國家和非西方國家的分野 我們可以看到評分標準是怎樣 原來這個貪腐感的指數 是根據各國商人學者和國情分析師 對各國公務人員和政治人物的貪腐程度的評價 原來跟市民是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代表的是什麼立場 沒錯 代表的是金主的立場 即是歐美國家背後的責任 所以為何美國這樣的狀況都可以排第27位 而中國排第幾位竟然排到第66位 真是非常之奇怪 我們可以看看這個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到底是哪個組織做的 它是一個叫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是一個監察貪污腐敗的國際非政府組織 大家聽到非政府組織 可能已經有點頭痛了 這個總部是德國柏林 它曾經在美國都有分佈 但是竟然2017年 將它美國的分佈除了名 喂 美國不是燈塔國來的嗎 為什麼美國的分佈會被除名呢 原因是他們覺得 其實跟它分佈的方針有點而不配合 所以跟它分佈是劃清界線的說 到底怎樣不配合呢 留給大家慢慢詮釋這件事 我們也可以看到它的評分標準裡面 也有接受一些所謂非政府組織的資料來源 其中一個包括自由之家 我們看到自由之家是一個什麼政府組織呢 是一間由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總部位於那裡 並且是受美國聯邦政府資助的非營利機構 即非政府組織 NGO但是由政府資助 大家猜到它是屬於一間什麼類型的機構 我們其實看到這些都非常不少的 例如好像NED CIA的另外一個名稱 其實他們一直利用這些機構 在各地之間散播他們的想法 以及在不同的國家之間破亂 所以大家知道它的資料來源在哪裡 自自然而就會明白 為什麼這個三污感知指數得出來的結果 是這麼有趣的 其實同一時間都是2023年1月份 也有另外一個國際的指數公佈 這個是信任指數 Edelman的Trust Barometer 這個信任指數 如果我們看看它裡面的 所得出來的結果 其實又和這個貪腐指數是大相徑庭 那其實正路來講 大家正路來想 那如果一個地方 真是被國民覺得是貪污比較嚴重的話 對國家政府的信任度會提升還是下降呢 相信理性的大家都會和小弟有同一個結論 就是如果它那個貪腐指數 是國民覺得它國家是越貪污的話 相信人民對於國家的信任度是會越低的 但是正正我們見到 這個Edelman每年出一次的信任指數 就看到竟然被評為貪腐指數高達66 就是這個貪腐感知指數 那個青年指數低達66分的中國 第66位的中國 竟然在Edelman的Trust Index 又再纖聯全球最受人民信任的政府 那就是總分高達89分的 其實在相對於2022年 我們中國還沒有跌了2分 但是一些所謂的 在一個貪腐指數裡面 叫做青年的國家 例如排第27位的美國 竟然只有42分 如果我們拿回中學的水平 50分為之合格的話 即是美國和一眾的歐洲國家 其實他們遠遠都沒有去到合格的分數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分別呢 其實這件事情已經可以看得出 這個所謂的貪腐感知指數 其實並不代表 市民真真正正正可以看到的東西 反而就是由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度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市民到底覺得 中國的人民到底覺得 我們中國貪腐的程度是怎樣的 其實Edelman的Trust Barometer 除了這個對政府的信任度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看的 例如對媒體的信任度 全球的媒體 如果是它自己人民來看 最值得信任的是哪個國家呢 也是我們中國的 得分是79分 排名第一位 很多人就會參考這個所謂的國際媒體 歐美那邊的媒體 但是它自己的人民又信不信任它自己的媒體呢 對不起 答案是不信任的 因為例如以美國為例 大家所接觸到的所謂的國際媒體 有很多來自美國的 美國人對它自己所謂的國際媒體的信任度 又是不合格的 只有43分 雖然已經上升了4分 但是仍然是不合格的 可以看到2022年更加差 因為只有39分 真是低分到沒有朋友 但是說它沒有朋友又不對 我們看到其他所謂的國際媒體 例如卑鄙的英國 它也是只有37分 國民對媒體的信任度 例如法國也有它的國際媒體 它也是只有39分 那到底為什麼還有這麼多人 去相信這些國際媒體 連它自己的人民都不相信呢 小弟覺得是非常之奇怪的這件事 其實我們另外也可以在 Eidleman這個Trust Barometer裡面 看到另外一條數 這一條是兩極分化的數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圖表基本上分成三個位置 非常之嚴重的兩極化 中等兩極化 以及大致上整個國家是團結的 這三個範圍 如果我們將國家填進去的話 就會得到現在大家看到的這一張圖 我們看到歐美白人國家 其實大部分都處於嚴重的兩極分化 甚至可以說有七六個國家 其實已經是非常嚴重了 包括美國 另外我們也看到 現在正在面對嚴重兩極分化的危險的國家 其實涵蓋了很多歐洲國家 包括英國 法國 剛才提到的國家 其實都屬於嚴重兩極分化 但是如果說到全民的團結 和國家的穩定程度 因為大家都知道 越兩極化的國家 其實它的不穩定因素是越大的 如果說到全民的國家的穩定程度 和全民的團結 我們中國正正是處於左下方 大家可以在這個螢光幕上面看到的 其實我們從這個行政可以看到 其實中國是不是一個貪腐這麼高的地方 由各國家的穩定性 由各人民的團結性 和人民對政府的信任 根本沒有可能說 貪腐感知指數 是落得這麼低的排名 到底原因是什麼呢 當然就是西方 它那個調查組織的偏頗 剛剛已經說到 因為本身這個是在德國做總部 而且用著 包括美國官方的非政府組織的資料 那有什麼辦法不偏頗呢 事實上這個是不是真的反映了現實呢 我們可以看一看 在這個上面已經不存在的一個國家名 中華民國其實它所指的是 我們的台灣省 他們現在暫時仍然在行自治 我們中國人是很希望 盡快見到真真正正兩岸的統一和團結 如果看回我們台灣省 它排第25位 照計是一個政治很清明的地方 但事實上我們看到 一定不是的 因為我們看到 原來在台灣 可以說最賺錢的工作是做什麼呢 原來是做政治家 陳水扁官場十年 身家四億 他的貪是非常之嚴重的 他的貪污甚至是令他惹離官非 也都是令他和他太太判處無期徒刑 不過後來又被民進黨政府放生了 出獄後來2015年的時候 他就出獄了保外就醫 他就說保外就醫一個月 但是跟著下去就沒有見過他回過監倉了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陳水扁就是一個在台灣省從政 而成為富豪的一個人物 你說這些人物到底多還是少呢 我相信如果熟悉我們台灣省的朋友 都知道其實這些人物是非常之多的 和政府有關係賺錢是非常之容易 因為民進黨政府也好 國民黨政府也好 其實他們都會捧一些和他們關係好的人 而是打壓另外一邊的人 尤其是民進黨政府近甚 民進黨政府相信大家有目共睹 但是看回這個貪腐感知指數 相信大家都會覺得只是得淡笑 這樣的地方竟然排到第25位 名列前的30名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也是一個貪腐非常嚴重 小弟也和大家分享過很多次 美國甚至是不惜用法例去把他的貪污 成為這個合理化和標準化 這個叫做政治獻金 這個叫做政治獻金 所以為什麼美國的總統 個個做完總統之後 都身家起碼幾千萬美金呢 這個相信就是個理由 當然也是因為他們很多本身已經有錢 因為你如果不是有錢 你根本都沒有可能可以出來參選 因為參選是非常貴的一個運動 那我們就可以看看 美國那麼多屆總統 真是沒有什麼誰是窮的 這個Donald Trump不用說 他本身是一個非常之成功的商人 亦都可以看回華盛頓原來他本身 如果計算今時今日的錢的價值的話 他本身都有7億美金的身家 其實我們看一下 真是沒有什麼錢的 其實寥寥可數 1 2 3 4 5 6 7 8 9 9個是少於100萬身家的 其實我們可以重點看看幾個大家很熟悉的人物 例如好像喬治布殊 布殊3100萬美金的身家 到底這個身家是對還是不對 其實我們可以想回 大家知道布殊家族 其實和美國的油公司 其實是非常密切的關係 油公司那麼有錢 其實他們的身家會不會只有3千多萬 4千多萬 相信大家心目中都有這個疑問 我們可以看一看 其實本身這個 George Bush在1984年的時間 他其實已經成立了一間公司 叫Arbusto Energy 這間能源公司在1984年成立 是不是運作得很好呢 其實還不是 因為這間公司後來是勁虧錢 而到最後 是要給另外一間能源公司 將它收購了 兩間公司融合在一起 那間能源公司叫Spectrum7 其實我們如果在維基百科上面 找到這一間公司的資料 也是非常之短的幾句 但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 如果我們再找回其他媒體的報道 就可以看到 喬治布殊真的不簡單 因為就是在喬治布殊 他自己成立了那間Arbusto公司之後 他虧到套費 然後還要走去跟一間賺錢的公司 被一間賺錢公司收購和兼聘了 之後他反而做了那間賺錢公司的CEO和director 其實他的生意做成這樣 人家一間生意做得更好的公司和他合作 反而要被他吃了 那你說是什麼理由呢 而且中間他到底賺了多少錢呢 因為他當時已經是每年有7萬5千元美金的收入 當時是隨稅後 而且是拿著110萬股的股票 暗然進入去帶領一間更賺錢的公司 那其實後來這間公司 也都是因為石油危機的關係 石油價格暴跌的關係 那間公司又開始虧錢 又做離陷了 那結果呢 喬治布殊又真是好東西 你說如果他不是一個政客的話 他怎樣可以做到這些奇蹟的deal 他又可以將這間一路虧錢的公司 以高價賣給另外一間能源公司 叫Harken Energy 那其實Harken Energy是誰呢 大家看到就是這個索羅斯所擁有的 那索羅斯就說 喬治布殊 他說他為什麼願意用高價買呢 就是因為喬治布殊 在這個Spectrum 7裡面的存在 是令到這間公司更加值錢 就是說其實他給多了錢 就是用來買喬治布殊的 那其實可以這麼明目張膽 去買一個政治家 那你大家都可以想一想 到底美國所謂的連結 是有多麼的連結 因為這些全部都是沒有被監察 其實這件事在危機百科上面 都有把它列出來的 這個叫Harken Energy Scandal 是一個醜聞來的 那其實一間公司 可以見到喬治布殊先生 他真的溫到任何公司 都是越溫越入的 那所以開頭他自己成立了一間 Apasto 不行 就找了一間Spectrum 7 賺錢的 給他運作都不行 然後又將他賣給Harken Energy 其實我們可以見到 他甚至還在中間 謀取了他的暴利 他收到一份顧問合約 大概是10萬美元一年 那其實為什麼他們會這麼有錢 大家都可以看到 原來他們的政治力量是有價值的 在他背後那幫金主門 看到他的價值 願意投資在他身上 所以令到他荷包總將 豬籠入水 這些國家竟然都在全球 貪腐感知指數裡面 名列前30名 大家可見一班 這個指數到底有多真確 其實如果看回我們中國 雖然在這個所謂的 全球貪腐感知指數 排名是低到66 即是從據來看 是一個已經進入了 境界線 橙紅色的地區的國家 但是我們中國 真是對付貪腐 是一點都沒有放軟過手腳 我們可以看回一些媒體的總結 就是在早大我們1927年 我們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立了中央監察委員會 然後在1949年上台執政之後 不久就成立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台最高人民檢察院 作為國家的反貪腐機構 其實我們反貪腐是一個國策來的 當然中間在經濟急劇增長的時間 走了一大堆貪官出來 這個是歷史發展的進程 但是我們事實上對貪腐的控制 一直都沒有減輕過 所以在習大大上台之後 更加加大力度去對付貪腐 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績 這個是所有國民 包括所有國民都有目共睹的一件事 所以到底怎樣才叫做一個 盡責而且透明連結的國家 其實最重要是由國策開始 甚至剛剛在這兩天又有大老虎下台 我們看到美國的大老虎是越養越肥 但是我們中國的大老虎 可以說是不斷地提心吊膽 劉亞洲涉探諾馬 劉亞洲是一個上將 而且她還是前國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 她也是著名的作家和戰略家 但是就算是一些這麼重要的人物 只要牽涉到她有貪污的行為 一樣會被國家清算 其實這個正正是現在我們中國在做的事 也是我們中國 可以說是我們政府對人民最大的一個貢獻之一 就是可以還中國人一個清廉的國家 因此也是中國為什麽可以成就得 有超過九成的國民信任自己的國家 相信這件事是因為我們的管治 真真正正為人民著想的關係 好 小弟這次分享到這裏為止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大家喜歡這次的一段影片 請大家幫忙點讚留言和分享出去 如果大家還未訂閱 遇到這個頻道請馬上訂閱 以及記得按一下小鐘 大家就不會再錯過小弟的分享和分析了 還有小弟的馬拉松式直播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我們下次下一個話題再談過